哈喽大家好 今天做一道我小时候经常吃的菜 用这个油面筋塞肉 菜名就叫油面筋塞肉 那我们准备差不多250克左右的碎猪肉 做这样一袋大约十四五个 先调肉酱 放些水 水要慢慢放 让它涨一会儿 放到肉很容易打开了 就差不多了 然后放些葱花 姜末可放可不放 但是料酒一定要放 盐 糖 再放一丁点老抽 上上色 我们稍微花些时间给它打一下 那满油面筋呢 要稍微留一身看一下 因为你看得见的哈 外瓜裂枣的那种不要买回家 不好用 直接用手 可能随着懂 不要太大 一双筷子的宽度就够了 肉酱慢慢往里灌 灌多灌少 个人喜好 那如果你喜欢吃肉 就把它灌满 那么怎么知道灌满了呢 那你筷子这样伸进去 它肉就挤出来了 伸进去它又挤出来了 这个就是没有空间了 那灌好后呢 你就直接放到锅里面 省得呢 再蘸一个地方 还弄到油油的 开火 一滴油都不要放 马上放一杯水 平平的一杯水 盖上盖子 大火让它煮开 大火煮开后 我们再放一丁点老抽 上上色 翻动一下 那你这个粒 不能用在面筋上 要用在锅底锅边 否则面筋很容易 惨破 我们再盖上锅盖 小火让它煮个十分钟朝上 注意火候 不要让水分弄干了 十分钟后 我们可以尝尝 汤汁 再酌情加湿咸淡 我会放些糖 开大火受烘汤汁 就起锅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